在这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 中共军队的文艺兵成为焦点话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其中就提出调整部队和机关的比例 减少非战斗机构还有人员等 那么有资料指出呢 中共军队里的文艺团体众多 靠唱歌跳舞打打球就可以升官做将领 这是军队腐败淫义的滋生地 因此将会进行缩编 但是却保留了现任中共党会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曾任团长的总政歌务团 而财病的是海政歌务团 这个海政歌务团是由江泽民情妇之称的宋祖英担任团长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对国防和军队改革特别提出论述 包括军队编制改革 调整兵种比例 新型作战力量 削减文职机构人员 军官职业化 民企可参与国防科研等 在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方面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曾任团长的总政歌务团可保留 但宋祖英当团长的海政歌务团面临财病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隋曾经回忆过 就是毛泽东和那些文工团员跳舞以及淫乱的事情 江泽民和宋祖英的丑闻已经是全中国人都知道了 所以在这样的事实面前 中共所宣传的什么所谓共产主义道德 社会主义理想全都原形毕露 一般认为将军是一个崇高的荣誉 代表军人的战绩标柄 然而在中国将军这一称号 却经常授予那些唱歌跳舞的文艺兵 中共文艺兵是全球军人中的特殊一群 文艺兵当将军更是军事史上罕见的现象 现在取消军队中的这些文艺团体 并不是说中共真的变好了 而是说它现在有更多种的方式 更便利的达到它的目的 比如说他们自己也提出来了 在战时可以组建这种宣传队 而平时不用占军队的编制 减少开支 另一方面现在中国社会在中共的带动下 全社会道德沦丧 所以能够提供给中共高官淫乱的途径 多得数不胜数 所以它并不一定非要保持这种军队文艺团队的形式 据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中共军队的文艺团体中 包括总政文工团 以及各大军种部队的文工团 还有各大军区所属的文工团 具体文艺兵的总数不详 外界估计超过一万人 其中官拜将军者 由跳舞的 唱歌的 作词的 拉二胡的 画画的 中共在历史上就非常重视文艺宣传 它主要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宣传洗脑 比如说宣传对敌人的仇恨 所谓的保家为国混淆党和国的概念 然后欺骗民众所谓为革命献身等等 像上干岭 像十五的月亮这些歌曲 用老百姓启文乐见的方式 盗窃中国民歌传统文化的一些曲调 加入的是党文化煽动仇恨 网友讽刺的说文艺兵的存在有必要 有价值 其一歌功颂德 粉饰太平 其二为首长们的生活提供欢乐 与此同时 中共文艺兵的丑事也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红歌将军黎双江放纵儿子 打人强奸等刑事犯罪案 还有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夜 包养五名文艺兵情妇腐败卖沃案 以及总政著名歌星董文华歌坛陈福禄 和新民歌天后汤灿藏猫猫等等 有网友说 中共的所谓决定都要反着看 举例来说 1989年中共中央公布一项决定 提出做欺贱群众关心的事 包括惩治官商勾结腐败 坚决制止高干子女配偶经商 取消领导同志的食品特工 严格管理公车 禁止请客送礼 严控领导干部出国 严查贪污受贿等等 但对比现状来看 24年来 中共官员变本加厉 越演越烈了 网友说 温故而知心 所谓的中国梦和最新的决定 是否又会沦为一个新的纸上谈兵 到底这很意思呢 Ganzader 喝 喝 本当 焦 你 这个 最新的 电脚 ians 000 冬